大家好,我是小君 如果看到你的IG就拍了很多大池的照片 对对对 你现在已经开始拍作品了吗? 有,我们还没有拍过很正式很专业的 后来第一半工作是什么? 是愿意 那时候是在捧武当的 然后我是通电局 就是我在里面就是很阳刚啊 然后 很专注在工作上面 对,甚至我打撞的速度比一些肌肉难还快 那时候焦虑到 就是我只要看到反射的东西 我就会开始爆哭 然后哭到手马脚马就是哭到整个营区都知道 就是我很难过 因为军众蛮缺人的 他们会一直确认说你为什么要退伍,为什么要退伍 因为以前是在澎湖 然后比较高级的长官都在台湾 所以我们要视讯去做退伍的面谈 然后就要顶着一个大光头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神 然后就很尴尬啊 就是还蛮痛苦的 就是你看着视讯里面的自己 然后你说你自己是女神 的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你很难受 很难受 YouTuber艾里 经常在频道上访问跨性别者 近日他邀请到曾当过军员的小军 到频道中分享他的经历 让不少人看完后直呼 你很棒,做自己需要勇气 嗨大家好,我是小军 如果看到你的IG就拍了很多大词的照片 对对对 你现在已经开始拍作品了吗? 有,我们还没有拍过很正式很专业的 觉得喂娘和AV女友最难的点可能是 也有没有反应会被外人给看出来 可能马上就软掉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 你是演的 对对对 但是若是一般的女性AV女友的话 诶 他也只是处于被动式 所以变成一般的演技即可 所以这方面可能就是 我更需要剧情去投入 对,其实之前去过片场 就是有尝试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可是我发现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希望自己的那里是可以起来的 对,我觉得会有 会比较有效果 不一样的效果 对对对 然后我本身又有一点剧情控 就是会想要把喂娘的作品 翻拍成真人版 就是那种我明明就是不喜欢男生 可是我下面却有反应的这种剧情 那你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是愿意 Why? 就是我大学算女庄到 也可以自在的在外面女床生活一整天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应该就是就这样子就好 而且我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太多 那我就做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然后假日的时候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买些女装 对对对对 就假日的时候穿就好 那时候是在捧舞当的 然后我是支通电军 支通电军 对,他也是算陆军 那个我们的专业叫做多波道 多波道 多波道 对对对 然后那个工作内容就是 我们要随着战斗部队去移动 然后把天线塔架起来 然后那个天线塔有三层楼高 三层楼? 对 我还以为你刚刚都说三公尺 没有没有,三层楼高 然后要再 就是要把这么大的一根地桩 然后用榔头把它打到土里面 因为这样才能固定 然后才能把那个天线塔拉起来 所以是很粗重的工作 然后有可能会死人的 跟着部队行致的时候 也要把那个天线塔带着吗? 对,就是它是可以拆装的 那时候部队里面都会讲血见多波道 就是很容易见血 包括你在拿榔头 然后再把这么大的地桩 敲到土里面的时候 你的手很容易破皮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血啊 就是水泡啊 当兵里面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因为你的身份 我一直都没有太隐藏自己的身份 现在当兵也都会加LINE什么 那很容易就是连接到你的社群 那我的社群就是还是女装的样子 然后包括我在部队放假的时候 我也是会用女装的样子 跟长官跟同事出去玩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会穿女装的人 然后大家都对我蛮好的 今天小军那个狼头给我 今天帮你敲 当然没有,当然有 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放假时候的样子 我不应该把它带到军中 所以我是分很开的 就是我在里面就是很阳刚啊 然后很专注在工作上面 对甚至我打撞的速度比一些肌肉男还快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表现得很阴柔 然后你又把这个东西带到部队里面 然后去影响到你专业的成绩 然后影响到别人 那别人一定会觉得你很奇怪 感觉就是在吃什么性别正助餐之类的 对我不想要被这样讲 然后我又一直很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对就是我在部队里面 我又更要求自己成绩要比一些肌肉男更好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面的昵称就是 大家都会叫我小妹 小妹 对 对啊就是蛮开心的 就是大家还是蛮接受我 是有种整个部队都就是掌上明珠的感觉吗 有一点 小妹 小妹 对啊对啊 你当多久啊 我当两年 我是牵四年 然后第二年就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第一位我认识的跨行病 我第一眼看到姐妹的时候 我就整个焦虑大爆发 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原来吃药可以改变身形 但至少看到她我就会觉得 哇她的身形是女孩子 我就有点像是看到了希望 开拓了眼界 可是我还拿不到那个东西 因为我在军众 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焦虑 那时候焦虑到就是我只要看到反射的东西 我就会开始爆哭 然后哭到手嘛脚嘛就是哭到整个营区都知道 就是我很难过 但是他们可能还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 就放假的时候去看精神科 然后去跑拿药的流程 因为军众蛮缺人的 他们会一直确认说你为什么要退伍 为什么要退伍 因为以前是在澎湖 然后比较高级的长官都在台湾 所以我们要视讯去做退伍的面谈 然后就要顶着一个大光头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神 然后就很尴尬 就是还蛮痛苦的 就是你看着视讯里面的自己 然后你说你自己是女神 的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那你很难受 很难受 在这一路上 你从很男性化变成女性化 你觉得你投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就会列清单 哪一件事情做的可能对我来说CP值是最高的 那我以前可能眼睛就比较男生一点 对啊我就想办法去存钱然后去整形 去割双眼皮 割双眼皮 然后以前眼袋也蛮重的 所以就是把这一块就是内开眼袋 然后再补一些脂肪上去 会看起来比较可爱 这样花了多少钱 内开眼袋是7万 然后双眼皮是接近2万 对啊 你会觉得现在台湾的环境对跨性别的外貌 要求太苛刻吗 会啊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 但是我自己却又追求这种极致化的外表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其实身边一直都有天生条件 没有那么好的跨性别 那他们可能就会过得比较辛苦 那我就会想说 如果我没有这层皮的话 我还有可能这么顺利吗 就是我也想要保护那一群人 然后我最想保护的是那些 就是还没有办法做手术的那群人 因为社会对于跨性别的误解 可能会觉得说 变性了之后 就会变漂亮 然后就会是一个真正女生的样子 但是其实有做手术的跨性别 在做手术之前 应该也都有蠻长的一段 已经女性化的生活了 像我第一次女装的时候 我也是挑半夜三点的时候 然后很明显都不会有人的地方 然后强迫自己穿女装走出去 然后先习惯女装出门 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不敢抬头 然后甚至是 就算是半夜私下无人 我低头滑手机 我手还是会抖 我是从这样的 这样就是从这样的状况 然后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 打破眼前的每一道墙 对对对 那社会可能就是会觉得说 你必须去做变性手术 去证明你说你是真正的女生 然后证明你是安全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 你要做变性手术应该是 你对那个东西有义务感 你是为了自己做 比如说我证明说我是真正的女生 我要让社会认同我 我才去做这件事情 你有想过要用什么方式把我 把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 就是分享给社会看到 因为其实有很多 在我转变的过程 有很多的同事看到我 他们就会说 原来没有变性也可以 用很女生的样子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网路跟我现实 遇到的经验会差这么多 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有没有真实看到 还有就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 够不够符合他们的 那个社会的刻板影像 现在去公司当工程师也是穿女装 对对对 公司有怎么说 我北上工作 就是换了三份工作 都是工程师 然后三间不同的公司 其实都没有人会 来问我这件事情 就是别人会有那个好奇的表情 然后就说 你想问可以问 或者是说 对或者是在离职的时候 大家就是有些人 可能真的憋不住了 他真的很好奇 他就会说 可以问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吗 他就很客气 对啊你都这样讲了 我当然知道你要问什么 那你就直接问吧 对啊我都直接跟他们讲 就说 你把我当女生看 我会比较开心 然后我是还没有做手术的